來到動漫廢物電台,在 Radio Dada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今日報新番 今日的紀錄是8.8分鐘 不好意思 收聽直播,可以登上 Radio Dada.hk 如果想找到我們的 Archive 節目,可以去 acrubbage.org 直播時段和主持人Live Chat,可以在 acrubbage.radio.gmail.com 另外也可以在m群,group275180, at msn.cn 今天是我不合理,不好意思 不要緊,大家都在聊聊聊 聽甚麼錄播就不知道 OK了,我記得 今個禮拜繼續新番,第三個禮拜,其實還有很多番 我現在數一下,今個禮拜好像有沒有新番 首先播就播完了 沒有了,即是沒有再有新的 今個禮拜那一套就是公立海路西村高校天門部 這裡還沒看 這裡很棒 不過你可以,因為這裡太爽 這裡太爽,而且你對它本身玩的力他比較熟 那我都是不劇頭先,這套可以下一個禮拜 即是這套我未看,未見到 這套,這套出了熟育的 但你未看而已 那今個禮拜還有甚麼未講 我現在數一下,之前播了但未講 首先就是薄英軌 其中一年是妹妹,女子樂,文群物語,下雪暖曲,世神者,所以我不能益處,無乃勇者鬼畜美學,職田信樂野望和輪迴的拉格朗日,第二季 那先說到哪裏 下雪暖鐵布 好像中文叫下雪暖曲 其實這套作品的風格很適合 你有看的 我覺得這套有點像上季套阿波羅 走這些清新風 那我相信是很日劇化 你直覺認為這套是日劇? 不是韓劇嗎? 韓劇的名字也很韓劇 不是,譯造只是這個譯名字,但問題是整個風格給人感覺上是日劇,早年日劇 因為現在的韓劇和早年日劇差不多 總之他東日暖曲的那些Fan 這類Style是這樣的 Land of Us 就完了 漫畫完了,四本 好漫畫 監俱就是重美行 以前拍過《長眉少女》 Red Garden 還有… 忘記了那套… 忘記了那套…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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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監俱的特色就是他喜歡用事前配音的 首先由聲優配對白 原來才叫做動畫製作用橫幅畫的 這種做法的好處就是 聲優可以不需要考慮動畫的節奏感 可以發揮得更好 但麻煩在於基本上 這種是很浪費評判的 因為以前做動畫 你自己做原畫畫了的話 你時間控制好 但如果由聲優配完的話 要動畫師照回聲優的節奏去畫的話 其實是有多累的 其實不是… 他多了一床功夫 主要都是掃口型 問題就是… 不是說真的花功夫得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 相對來說 由聲優去揍動畫節奏 是絕對容易過 由原畫師慢慢地 再揍口型的時候 還有你動畫家說 畫口型開啟效果搞定 但你現在是要對回他那些對白的口型 但效果是一流的 但成本真的很貴 以前《Red Garden》 我記得有一集 曾經用了兩個作畫 監督二十多個原畫 很誇張 相當誇張 這次會比較好 因為這次始終是純粹做 文藝向作品 主要角色只有四件 其實沒什麼戲份玩 沒什麼大動作 所以作畫會比較穩定些 不會太賺到樣子 劇情就是這樣 男主角葉月亮介 不知道她是大學生還是什麼 就沒有說 就是喜歡了一個花店老闆娘 賭美綠花 無意中在她面打工 希望追求那個老闆娘 怎知道老闆娘一早結婚 或者曾經結婚 而她的丈夫賭美督 就在幾年前死了 但是她的靈魂就陰雲不散 就留在花店裡面 就成為了一個人 一個人類 一個魅惑惑惑 和一個幽靈的生物關係 那她那一對 就是 男女主角見不見到前夫呢 男主角見到女主角見不到的 OK 其實她一播了 那我幽靈她什麼立場呢 是否想她老婆再找一個好些的人 很微妙的 一方面她的丈夫就是希望她的太太能夠尋找自己的幸福 但她自己其實一直阻止男主角告白 即是一個很矛盲的 就是她平常不捨得她的太太 但她知道自己需要一個好男人去嫁了 即是再嫁的 變成了一種好男主角 即是穿賢夫 很幼稚 突然在幽靈裡面來養她 去阻止男主角告白 但是 當女未亡人病了暈倒的時候 她的丈夫就覺得自己無力感 即是因為始終你是幽靈 女主角看不到她 但她見到她 她又做不到事情 而只有靠男主角去救 即是去照顧那個未亡人 就成為了一種無奈感情 一種 男主角就覺得前夫就是阻留阻世 但她都明白前夫那種立場 和她那種無力感 而前夫就 剛才我講過 一方面就是理智上想去改革 達成這樣就不接受 這些不用重複這麼多 葉律也是很小品 如果只有四本 很明顯只有一季 一定一季 四個角色而已 現在出了 男主角葉月就是中村猶一 女主角綠花就是大人沙爺香 而前夫的幽靈就是難得用一筆很低聲 即是不誇張聲音的福山潤 最於做福山潤的姐姐就是東馬尤尾 而出了一集的前店員就是三集華利惠 就是這麼多 五個而已 完全省水省力 真的完全看聲優的發揮 即是聲優做得好不好其實很影響 太陽沙爺香我覺得是不需要擔心的 她是判不野錢什麼 但是中村猶一其實感覺上不是很特別 不像福山潤那種感情表現 可能福山潤很少有機會 表現那種深情的感覺 因為她是很誇張的演出 所以這次福山潤的角色 福山潤的角色問題 和演員 應該沒有一個關係 但問題就是她以前很少演女角色 演出一些很誇張 我說中村猶一 中村猶一 她的其他角色跟她差不多 也是一個角色 演來演裡其實差不多 角色的要求 一個球一個伊藤正 基本上找到她配來的角色 是留在那幾招 你很難想像到中村猶一 會配一些熱血型的角色 因為她不是 雖然近來開始配一些變態角色 但基本上她不能夠跟紫蘭姆相比 這部呢 就看你喜不喜歡日劇話韓劇 喜歡的話就好看 不喜歡劇話你會覺得很悶 都真是挺韓劇的 是呀 那是 那是 看口味 那我再講 那我跳一跳 講一套你應該沒有看的 就是 莫英軌 就是 黎明錄 之前那兩季都不看 那這套也沒有可能 這套作品 這次其實連我也有點想不看的感覺 黎明錄的意思就是前傳 是的 這次她的故事其實就是講回 新選組剛剛上京都那段時間的故事 因為那段時間其實就是 連雪村千鶴都還沒有進來的 她就講回這段時間一直帶下去 而角色主角方面就變成了 井出龍之介 即是找一個新角色去做這個 新主角做這個視點 就由龍之介被人打 結果就被勤澤鴨救回 然後就成為在任生浪士組裏做打雜 買酒 即是那些散工 就一直跟著她的故事 其實相比正傳來講 麗明錄看了兩集 我其實有些 那些角色怎麼說 就是她作為主角 即龍之介這個角色 其實在麗明錄裏 她跟新選組本身的關係比較疏離 因為始終雪村千鶴 她作為女生 在浪士組裏 她很快就變成一個小妹 打雜 打雜或者是女僕 但龍之介一來她本身是 勤澤鴨半的士寵 即是下人 她跟浪士組已經有一個距離 而且她本身的關係很疏離 雖然說她要嘻嘻嘻 但始終她沒有辦法 像千鶴那樣 有一個小妹 被保護的關係 所以有些很尷尬 看上去你覺得 你很難去戴上故事 而且你跟劇情好像完全沒有拉奸 但千鶴本身基本上 整個博英鬼 千鶴的角色就是主角 整個劇本的觀念是她 但龍之介我不覺得她有什麼關係 不過叫做新作 找你怎樣都要找到角色去捱下去 還有千鶴之後都會出場 但氣氛會比較少 因為在正傳裡面 龍之介這個角色是不存在的 你都是搭橋 即是會有她出場 但不知道怎麼搞 將前傳稍微搏回去無印那裡 我不知道怎麼搏 因為在正傳裡面 千鶴的眼翼是完全沒有 龍之介這個角色的 等這個主角死了 可能還有一兩句後話 再拼回千鶴 角色方面 龍之介就是關子一 而勤澤鶴就是中田楊治 即又是飛絲羅裏面 如月神父和金皮卡組合 新角色是她兩個 其他新見感和平家同在 是不需要你的行人 好 講完這套 即是兩套 女性向這一套 回去講完 跟著那些死 全部都喜歡回來 講哪一套喜歡回來 不知道哪一套 哪一套是喜歡回來 隨便講到最喜歡的 那我講了 所以我不能忍住 這裡我沒有看 因為她 我現在很少看RMVB那些 我多數都上一些視頻網去看 私卡片 那 so far這一套 可能是不是有些露點鏡頭 那些 這套作品呢 我在那些視頻網找不到 我亦都不興趣看 即是上次high school 都是這個原因 就是她有少少露點鏡頭 所以很多這些地方都沒有 都幾多露點 這套是 我就是不知道 它是不是因為露點 這個問題 這套作品 一個原作青小說的作者 一掘班 就是以前是寫開LGame的編劇 這次是第一次寫青小說 劇本就簡單就是 男主角家學羅人界 是一個好色高中生 某天被一個女死神 選用了 成為了她的能量傳源 即是她利用人體的能量傳源 去製造魔力 補魔力 不過好像是科技很先進 不用直接插線補魔力 就一搖她就可以了 那死神就在那裡找所謂叫做 好像她要找一個特異體 即是魔力強的特異體 就開始了故事 直覺我都覺得是頗鹹的故事 鹹到有些不知怎麼去講 但動畫來講她有點像 色情 色情 色情版的夏娜 整個展開都像夏娜 只不過是男主角 男主角都好像要死 因為男主角 因為死神話 男主角 三個月後就會死 有解決方法 當然是女主角救她 那些 這是很老套的劇情 嚴格來說 她以為喜歡 不如是典型輕 輕小說妄想系 總之殺必死 大量妄想 摸來摸去 搞笑 笑點在於 真是男主角的變態行為 但她又未知 衝襲 但她又未知去到 黑人爭的感覺 即是她是voluntarily 即是有動機 好像很悶那些 跌倒又無緣無故 即是她有些事術 之前高校 高校層 高校層 那種感覺 但她就相對來說 她就沒有這麼奴骨 相對 是嗎 嗨酥一點 整個都是下野雲 不是 那個是我最不喜歡的 美月桂 今次下野雲 女主角就是 軟同盟 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 下野變態比較順義 因為她本身就做開這個角色 變態起來比較順義 這套 真是很老實 雖然她的情況 我未穿黑我身 也不覺得會特別好看 總之又有得看就看 沒得看就算鬼數 那種 那這套就是什麼 那說下另一套 就是 《識識神者》 卡比安尼 這套我看了兩集 都頗不喜歡 因為她應該都是輕少說的改編的 我就扣了一個幾 我不喜歡 就是不喜歡 OK 她一開始就說那個什麼 男主角 草替什麼 草替胡堂 草替胡堂 草替胡堂就要 還一本 襲擊男主角 然後 然後 藍主角 略為不膽 不在地得到 那本 石壁書的魔力 然後就做了 去打想 一些神的洗神者 這些故事就是 很典型的 中二妄想系 男主角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得到 神奇力量 然後跟 《識神者》 《十二王》 那類的 網中很老套的劇情展開 原作相對來說 略為好一點 就是男主角和女主角 基本上在意大利打了一輪 但不知為什麼 是否可能是動畫 她沒有時間去意大做取材 諸如此類 最主要的理由 應該是這套劇得一軌 那第一集 在意大利 第二集回來 一個禮拜 接著女主角就倒貼了 她第二集 去到中段 不知為什麼又要回到意大利 莫名其妙 好像意大利 在橫徽那樣 因為女主角本身是 魔法名門 貴族 她又要 給她的跟班 看她現在貼的男主角 多麼英明神武 多麼懂得她貼 所以很無緣無故 從日本 經過一半 又飛回羅馬 打過 但很搞笑 我現在看官方的 Witch資料 通常女主角是第一個 排第一 例如說 Elica 但是 一路數下去 萬里谷 又是寫著 本作的女主角之一 然後Liana 本作的女主角之一 然後青秋縣為難 本作的女主角之一 有幾個女主角 那些不重要 重點是 你看那個是維基 那她那種寫法 她精白精上 她不特別 就算是出包王女的風格 那女主角只有一個 即使其他角色多受歡迎 她都不是 我覺得是你看維基 那個人的文筆問題 即是女主角之一 很搞笑 很為搞笑的 是騙了給頭 是個維基的問題 我覺得她這個 是很有嚴重問題 男主角最初殺了神 然後得了神奇力量 然後女主角倒貼 然後就開始打來打去 徹底地無厘頭 基本上是頗為愚蠢的 而且相比起剛才那一套 這套我更加沒有什麼 更加怎麼說呢 我想用粗口來講 但她不是太好的 所以可謂一些愚蠢 沒有她又是 封回神話那些 其實懶是假裝的 其實就沒有了解 就是這樣 也就是不知道在哪裏 偶過地中海 什麼菲利基人的神 就是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看到有這樣的字眼 形容什麼大海之神 懶是懶勁那種 又可以搬出來用 都是一個在圖書館搜集資料 然後再用出來寫的故事 可謂懶勁那種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我覺得是這套東西呢 這套 這套又是草村啟造 那 都遇到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始終 那 她唯一有少少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 叫那些魔法陣 也有些 有些記事感 有些像看懶老鞋 那 其實草村最近就有三個作品 這套作品呢 Dock Day Stash 這套幾個作品 還有早幾日上的懶老鞋劇場版 這套呢 如果Dock Day你覺得不好看 這套更加不好看 當然我相信這位阿哥 都是把大部份心力放在懶老鞋裡 是不是這樣說 這套是徹底沒有放心機下去的 這套也算的 可以說一下 下一套就是《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這套也是沒什麼興趣的 你簡單形容就是 大陸歪歪小說日本版 那類的 即是男主角表面無賴 實際上是英形神武 女人自動送上門 超級大能 男文風喪膽女的徐山埋山那一套 低能程度已經很難去套租 另一個劇情就是 男主角奉扎曉曰 不知為何被異世界召了去 做了勇者 然後打敗魔王 然後把魔王的女兒收起來做口罡 然後回到現實世界 而現實世界由於有很多 好像男主角這類所謂的 在異世界學出神奇論回來 所以找學校收留她 男主角就入了學校 而現在學生會長就說 男主角會成為以後的霸王 然後就開始打來打開 然後女角就走來走去那種 聽不明白 不重要 不重要 也不需要明白 總之就是 男主角在一間格鬥學院裏 做什麼霸王師之內 這些都沒什麼興趣 是低能到你難以想像的 隨便吧 還有最搞笑的是 有些人說 這個男主角是真男的 我心想 有些男主角 有些觀眾 可能看日本的輕小說 那些什麼 其他溫柔之後 一無視處男主角之後 他覺得 平時很無賴 然後一到關的時候 就很有型的男主角 才是真男在我心想 你不是 不重要 這套呢 第二集 我最不喜歡就是 第二集 講男主角和三個女生 困在那間儲物室裡 男主角說想打破門 然後女生說打破門 會罵的 但女主角急療 結果男主角用了什麼方法 就是 三個女生一起大療 這樣大家有共同秘密 這樣就不會說出去 我聽到發現 就是 有創意 OK的 有創意 對 我心想 如果真的想救女生 打破門 說自己急療 就得多天才 隨便不重要 這類低能到極點的劇情展開 我覺得 三套 如果你敢說的話 這套反而是值得看的 因為重點是去到極點 那也是的 在武裔上 這套作品是好的 但相比上一季同一集 Cream Bay也差很遠 Morlax 我覺得它不夠極 因為相比來說 Cream Bay是很正經的作品 這套就很不正經 那Cream Bay就不值得看 我又不想到它去到這麼瘋 男主角是剛滿順營 也是專門做文 這個角色 他很拿手做YY男主角的角色 武功高強 又酷又好 女主角就是一粒羊子 拉起八聲白可愛 還有花在香菜 自然街內 那些卡一大堆 這套的日粒 是不是跟剛才那套 世神姐差不多 不同 這套的日粒 尤其是世神姐的日粒 就是那些很典型日粒羊子的大小姐 但這次她是一個 媽邊可愛女生 我聽到日粒拉起把聲裝可愛 我都覺得是目本動 OK啦 挺有趣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沒問題 這套我覺得是頗為納細 我三種種最不喜歡的 相比起來說 其實我對於 相比起來說 所以我不能夠H 這套是最差 食神姐 我是在劇情展開的 還有規劇方村念 所以我不能H那套 都是有打的 有打 意外地打得不錯 雖然劇情是挺搞笑 但是因為她擺明她買玩低能 所以我沒有意見 沒有這麼裝 蝦套 蝦套 看看 用什麼垃圾翻 啊 三人行 哪有我妹 哈哈 知道夠垃圾了 這套有看的 你懂得說 這套看了一集半 我看了一集多些 就是 男主角又是無緣無故發現自己 這套設定有點像公主戀人 對 一套公主戀人 男主角又是無緣無故發現自己 做老爸是很有錢的人 他一早就知道 老爸死了之後 就送她去那間有錢的學校裏面 突然有一天 有人在喪禮那天 有一個神秘聲音說 我是你的妹妹 接著 過了之後 她的學校就在一大堆送上門的女生裏面 找一個誰是她的妹妹 真的不懂得說 這套也是 這套也是二人不分 我覺得是低能分 這套就是剛才那套 怎麼說呢 剛才那套 無懈用者 就是中式歪歪小說 這套就是日式歪歪小說 所以男主角突然變得很有錢 她本身就是很有錢 所以那套就是學校 然後一大堆女生送上門 我心想 當你有錢到跨國企業 有少少爺 在日本老 大哥 就算你的樣子 整個衣頭交叉的樣子 也有樣子送上門 莫哥華蜜燭的帥帥 很羨慕 正常 很現實問題 之後你跟我講 有些不同的 公主這段人 因為四個女生 有三個都是非常有錢 起碼你不會覺得她是為了你錢 才會搞你 正一個人就別說 但這套 我怎麼看到那些女人是為了你錢 才會搞你 非常不浪漫 非常不 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一套很不浪漫 你覺得他不浪漫的作品是很難代入的 因為他有流行小說 某部份看過的人都評論這套 他不是一套後功慢 是一套宮廷鬥爭的小說 鬥爭 怎樣欠這套 當然啦 爭了他之後 然後找機會和他離婚 然後分他一半身家 然後拿筆夾子優 所以絕對是 一套很殘酷的宮廷 女人之間鬥爭的動畫 一套作品未完 應該連誰 現在說到誰是 那個男主角的妹妹都未知 男主角就是英井夏宏 我記得 不如索性拍一套現代版 即是袁君物語好過英井夏宏的話 袁君物語 現在有一套叫袁君物語 是現代版原始 拍原始物語 這套英政夏宏的話 接著女主角之一 首席是女主角之一 就是石原下跡 就是左倉寧欣 因為它說明主要女主角就是石原下跡 那女主角之一就是左倉寧欣的神指雅 還有其他大堆女角 這不太重要的 亦都不需要理會 一套廢的程度去到 看他後面怎樣玩 如果他真的看一套女人之家鬥爭 例如我 打生血淋淋的那些 我覺得很開心 但我覺得他不會 他有輕少說做底 而那些讀者說是 我覺得純粹讀者是 好像我那樣 有一個叫做黑心臉 認為這套東西一定是 女人殘酷鬥爭 是看完說的 不是說 妄想和希望它是 是不同的 不過算了 這套租位 這套東西呢 看動畫 我也有點興趣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一向對這些 這樣的女人戲都幾著迷 如果真的這樣展開的話 你也會看 但我覺得不會 我會 你的口味不是 不是這些 不是這些 無所謂 這套真的是本季最垃圾的 最後一套 我也很容易 本季蒙是這套最後一套 之後再看好幾套都不是蒙 嚴格來說 剩下這套 剩下四套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一套 我還未看 剩下四套 女子樂 摩斯芒 信脈野岸 什麼Nayamon 摩斯芒 聞菌物語 Return 這套 我想下個禮拜先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古典精怪的東西 我想下個禮拜說 KyC唱版 我還未看 我們都不打算看 留下你講 下個禮拜 因為下個禮拜能奧運 下個禮拜我放假 適合荷車 既然你還有一些影片想留 那再拖一下 再拖一下 反正差不多時間了 那今晚動費有什麼話說 明晚請了這個人妻漫畫家 陳莎莎 上來宣傳他本新書 新屋 新屋根巴爹 為什麼要強調人妻呢 你要問他本人才知道 一種很曖昧 一種很曖昧的妄想 的稱呼 因為這個是他本人的自稱 或者明天看看有沒有機會 幫你問問他 好了 今晚就到這裡 暫時就這樣 10時半再見 拜拜